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,掌柜和大家一起读蒙古秘史,今天我们讲第81回西夏灭亡之决战明州。 上一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攻取西夏重镇,黑水镇,击溃了阿沙赶布的十万西夏精锐。 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呢?给大家读读,我们看看蒙古秘史当中是怎样讲的。 蒙古秘史第266段,成吉思和汗在茶宿突山过下,派兵去收捕跟着阿沙赶布逃逆上山的有帐房,有骆驼舵子的西夏人。 成吉思和汗对伯罕尔初、穆华黎二人说,尽量的收捕西夏百姓。 将只说,伯罕尔初、穆华黎二人,以前没有赏赐给你们金国百姓。 金国的百姓,主因人,你们二人平分了吧,使他们壮年的男子随同直婴,使他们美貌的女子给我们的妇人们整理裙子。 以前,金帝曾经用这些人为亲信,就是他们谋害了蒙古父祖的黑契丹的主因族人。 现在,我的亲信不就是伯罕尔初、穆华黎,你们二人吗? 这是蒙古秘史的第266段。 这一段当中提到的穆华黎,其实这不是我们以前说的那个穆华黎,是吧? 那个穆华黎四年以前就死掉了。 甚至呢,有些蒙古秘史的版本当中是说,在成吉思汗进攻西夏的原因,众多理由当中,曾经有一条,就是给穆华黎复仇。 什么意思呢?就是,要是西夏当初跟着成吉思和汗去征伐,那穆华黎在山西就不会和金国陷入苦战,不至于死。 这里提到的穆华黎呢,不是前面那个穆华黎,是穆华黎的儿子,伯禄。 这句其实还有一个需要大家理解的,是吧?什么叫有账房,有驼队的人? 那是商人,长期在西夏从事贸易的商人。 成吉思汗屠城,但是留下了这些人,他们是不是西夏人? 应该说不都是,他们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人,各国人都有。 蒙古进攻西夏,不是为了复仇,这背后是商业利益,保护商路,保护这些商人,这是蒙古人要做的。 下面是蒙古密使的第267段。 成吉思和汗从茶宿突山移动,驻营于乌拉海城,又从乌拉海城出动,攻取朵尔灭该城。 我们这一回的题目啊,灵州之战,你看在蒙古密使当中,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。 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背后,就是十万西夏禁卫军,全军覆没的历史之谜。 西夏由此灭亡。 这里提到的几个地儿,是吧,图拉海城,图拉海城就是咱们今天的西夏的,咱们不是新夏,今天的宁夏首府,银川。 以前就叫图拉海城。 这里说的朵尔灭该城,朵尔灭该城就是咱们这回的题目,灵州。 灵州现在在哪呢? 大家手里如果有咱们现在中国的地图,你先找到宁夏省会银川。 银川在黄河的西岸,大家看向黄河对岸,看向那一段黄河的东岸,不远处有个地方叫陵五。 陵五这个地儿就是古代著名的灵州。 这一站呢,其实跟大家说,我们一样不知道细节。 大体上呢,后来我们从这个太祖,是吧,元朝的太祖本纪当中,看到一个简单的过程。 成吉斯科罕啊,在黑水城击败阿沙赶布以后,其实没有取得说灭国那样的优势。 没有说现在就具有了平灭西夏那么大的胜利。 因为另外一支西夏主力还在。 侥幸你现在战胜了阿沙赶布的十万人,你会不会还那样好运能战胜,凭两万人能战胜十万禁卫军。 而且西夏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动员其五十万大军作战。 是吧,以前这一次输给阿沙赶布,其实非常的,阿沙赶布的负面其实非常意外,怎么可能十万人输给两万人呢? 只是轻敌了,现在只要西夏发布动员令,甚至不需要动员,就这十万在中卫的禁卫军,就可以为西夏人复仇。 现在的西夏是被彻底激怒了,现在要向蒙古复仇。 按理说,你看,成吉思汗现在两条路,一条顺黑水城南下,沿着胡同,一个城洞,一个门洞,一个门洞的打进去,最后打到胡同出口,从胡同进口,打到胡同出口,是吧,一直打到西夏首都中卫城。 可想而知,是吧,这怎么也得打个几年,就算运气好,成吉思汗能打胜,也得打个几年。 阿拉伯历史当中说呢,说成吉思汗表面上做出了这样一个城市,一个门洞,一个门洞打下去的这样一个表现,就是从各地,从现在成吉思汗统治的各地,征掉了工匠,征掉工匠,征掉物资,征掉那些投降他的军队,全部集结在了西夏,集结在了银川外围,又调集了几万人。 前往前线,所有人现在都认为,成吉思汗看着样子,是要进攻银川了。 当然了,西夏人不会老上当,是吧,黑水城吃过一次亏了,所以这回西夏人特别小心。 就是成吉思汗虽然在这摆出一副在银川要和西夏决战的架势,但是西夏人没上当,不排除他又故技重施,给你这边升东,然后那边积西。 就是永远存在成吉思汗突然哪一天一拍脑门绕过贺兰山,从黄河东下,从西边突击中美城的可能。 所以你看西夏当时,一方面疏散银川,在银川准备,做出一个准备,就是长期防御,跟这个成吉思汗打城市攻防战。 另外一方面,让禁卫军主力集结在中美,就是准备防范从西面,如果成吉思汗的部队从西面来犯中美城,那就在黄河的上游和成吉思汗决议死战。 整个这个布局,西夏人的布局,真的应该说是没毛病的,虽然西夏损失了十万金锐,但是现在阵脚不乱,打下去的话,成吉思汗 要想取得什么胜利,我觉得已经很难了。 关键是,以前呢,是人家西夏人大意了,是吧,这回给西夏打几眼了,以后西夏会敌视蒙古。 就是这一战虽然吃掉了阿沙赶布十万人,但是我们觉得似乎看不到蒙古取得胜利的希望。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,跟着发生的事情就是成吉思汗神来之笔,这一战真的是神来之笔。 蒙古军队突然,这是我们从这个元朝的太祖本纪当中看到的,成吉思和汗在这个太祖本纪中写的是九渡黄河,肯定不是九次渡过黄河。 是吧,是这个所谓的九渡黄河,有人说这个渡口名叫九渡,就跟我们北京的十渡似的,是吧,有个渡口叫九渡。 一般人呢,更多的人认为呢,九渡黄河的意思是从很多渡口渡过黄河,快速的渡过黄河。 这个意思啊,现在到底是什么意思,说不清,掌柜的理解,我认为说的对的是分成多路,多路极近,就成吉思汗突然至眼前的这个银川的西夏军于不顾,至中卫城的西夏军也不顾,突然渡过黄河,并且围住了灵州。 为什么我们这一回的题目叫灵州之战呢? 就是他是在黄河对岸打的,突然成吉思汗,你看这不是刚才还在胡同里呢吗? 突然这成吉思汗翻墙了,翻墙而出,跑到另一个胡同里讲。 当时的情况是蒙古军正在向银川挤紧,就摆出一副准备强攻银川的架势,可是突然消息传来,蒙古人跑了,渡过了黄河,围住了灵州。 西夏人听了以后非常惊慌吗? 没有,西夏人听了这一消息以后,叫大喜过望,报仇的机会来了,一定是这么想的,因为后来的布局就是这么干的。 从何说起呢? 为什么说西夏认为成吉思汗犯了致命错误呢? 灵州是黄河在河套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存粮地,成吉思汗在灵州这边一包围灵州跟黑水城的打法完全不同,黑水城是围而不打,而这灵州成吉思汗从一上来就猛攻,那意思就是要立刻拿下灵州。 但是灵州的西夏守军也非常守卫的,也非常坚决,所以灵州没有被攻破,反而在灵州城外,双方陷入攻防僵局。 西夏人立刻就做出了一个判断,蒙古人冒险进攻灵州是因为缺粮了,他的部队正在向银川集结,现在出现了粮食问题,有大量的外族军队要加入西夏的这场战争, 所以蒙古需要为这些人储备大量的粮食,蒙古人是走到哪吃哪的,所以蒙古骑兵是不需要粮食的,但是现在因为有大量的仆从国,是吧,跟从蒙古作战的这些人,他们得吃粮食啊,以应付整个这个冬天的激战。 而蒙古从哪能获得粮食呢?从哪都不能,花拉子摩现在已经打废了,是吧,整个华北也打废了,金国和蒙古现在不说话,一颗粮食也不会卖给你。 所以蒙古现在从任何地都得不到粮食,只有抢西夏人,所以西夏人一下子就判断出,成吉思汗是为了粮食偷袭灵州。 你记着,西夏人在整个这一战当中是有心理上的优势的,他们认为成吉思汗进攻灵州是偷袭,是一个冒险。 为什么是冒险呢?因为你现在渡过黄河,打胜了还好,是吧,打胜了呢,那你就抢到粮食了。 要是问题是你要打不胜怎么办?要是蒙古没有打下粮州,怎么退下来? 一下子西夏就看到了希望,于是西夏的禁卫军从中尉出发,要和蒙古军在粮州决战,以优势兵力在粮州碾压蒙古。 咱们的史书当中,记录这一战只有两个字,重点只有两个字,就是西夏军遭到蒙古军的邀击,邀请的邀。 邀击这个词其实含义很多,是吧,我们咱们的史书当中用这两个字,一般都是我们和,都是汉军步兵和,和北方骑兵作战当中使用。 就是这是一个,算是一个骑兵的专业,专业术语,是吧,我们在三国演义当中,三国志当中也看到这个词,都是骑兵对步兵发动战争的时候,用邀击。 蒙古人最后通过邀击战胜西夏军。 邀击一般是什么意思?是趁着敌人行军,尤其是敌人在退乱,退却当中,进行这种骚扰式的攻击。 但是我们说,十万西夏精锐啊,最后是全军覆没,这怎么邀击呢? 是吧,靠袭扰就可以把十万西夏禁旅全歼吗? 这咱们就不知道了,因为什么呢?蒙古人后来保密,肯定,我们可以肯定这是放大招了,但是就是不知道这大招是什么。 总之这是一个坑,蒙古人在灵州再一次给西夏人挖坑,而西夏人再一次掉了进去。 这就是成吉思汗的高明,啊,说是不是机之半渡,不清楚,是吧? 应该最后是追到黄河岸边,将十万西夏军屠杀。 阴川守军在得知说禁卫军全军覆没以后就投降了。 你看按照蒙古密室当中说法,蒙古密室当中是说, 灵州也投降了,是吧? 好像灵州还在银川之前。 这样在战争开始的六个月以后,两场大战,几万蒙古骑兵一共斩杀了二十万西夏主力。 关键是到这个时候,西夏都没有进入总动员状态。 什么叫总动员状态? 整个国家尚未进入决战状态,没有动员起全部力量和蒙古军决战。 禁卫军最后突然被歼灭,西夏空有几十万预备役, 但是现在手中已经无兵可用,再动员来不及了。 这可能才是最要命的,就是国家都要灭亡了, 而国家没有进行总动员,没有投入权力和蒙古作战的。 就灭亡了,是吧? 运动员还在休假当中,但是比赛已经结束了。 就这样,西夏后来投降,1226年西夏投降。 好了,我们这周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 欢迎大家加掌柜的微信公众号,掌柜说历史,汉语拼音的全拼。 掌柜说历史,我们下周继续讲。 �데ù便可以与élセール的微信公众号。 感谢观看